马上就要送走这台银色的富士XT3了 还真有点舍不得 上架出手之前 我决定给它做一个全面的清洁保养 希望下个主人也可以好好的爱它 刚好也趁这个机会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平时做相机镜头清洁的一些方式方法 都需要用到什么东西 之前有好多小伙伴跟我反应过传感器清洁的问题 自己在家不敢动手 送出去又怕被店里坑耽误时间又生气 我呀听了也真是挺气愤的 那既然这样咱们不如就自己动手 一起来给相机镜头做个清洁 省时省钱还不收起 相机的日常保养还挺重要的 自己的相机干干净净的 看着心里它就舒服 往长远去考虑呢 养护的好的话 等想要卖掉的时候呢 卖劲也能稍微的高一些 清洁之前呢 先找一个家里不通风的房间 阳尘比较多的话呢 提前打开加湿器 把这个房间啊 稍微的给加工一下 那如果您的手掌容易出汗 或者在干燥的天气的时候呢 我推荐戴一副防静电的手套 不过呢通常这种手套啊 它都是一个军码 我呀就从来没遇见过 我自己戴着能合适的手套 您瞅着大 所以今天呢 大家接下来就不要介意这一点了 我呢就演示一下徒手清洁吧 外观清洁呢 比较的简单 无非就是吹吹灰擦擦土 特别是旅行回来 相机上呢 挂着油带着菜 都是有可能的 我平时呢 最少每个月也会做一次 全面的外观清洁 那每次旅行之后呢 肯定是要做一次的 特别是这个 镜头和相机的缝隙 接口处 很容易藏灰 那外部清洁 最主要使用的呀 就是气吹 清洁布 还有棉棒 需要清洁的位置呢 很容易就看到了 所以相对来讲 比较的好处理 第一步 用气吹 吹掉浮土和毛 气吹呢 从只有几块钱的这种 到几百块钱的这个气吹呢 在清洁效果上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 那电动的呢 会比较的省力 而这种手动的呀 也没毛病 这一款呀 我买了有五六年了 前边接口处呢 已经有些老化 开裂了 估计坚持不了多久了 相比较这几款手动的气吹呢 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出气口这块的材质了 在非常近距离的去吹气的时候呢 这种软材质的呢 会用起来比较的安心 不用担心 一不小心的伤到镜片 所以我会推荐您购买这种软头的 气吹呢 只能解决表面的浮土 那第二步呢 咱们就需要用这个清洁布擦掉表面那些顽固的污渍了 像是镜头安装的这个接口位置 其实呢 现在买很多东西呢 都会送这种清洁布 时间一长就能攒出一大堆了 甭管它们质量好坏 做基础清洁呀 绝对够用 脏了就扔 不要过度的重复利用 有的时候呢 这相机看上去挺干净的 一擦布就黑了 那说明啊 还是需要清洁的 擦完之后呢 最后使用这个棉棒来清洁那些很难接触到的微小缝隙 比如说相机的按键和拨盘周围呢 都是很容易出现污渍的 可以选择使用这种无尘的棉签 它的优点呢 是不掉毛 尖头的设计呢 也比较好操作 还有就是这个镜头的变胶环 金属的这一块呢 还好就怕是这种胶皮材质的 手一出汗或者是淋过雨之后呢 脏不脏的 您都得把它给清理一下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 这个橡胶质地的变胶环呢 千万不要用酒精来擦 会被腐蚀变成有点发白 越擦越难看 那可以使用这种无尘的棉签来擦拭它 要说用这个普通棉签行不行 当然行了 普通棉签呢 除了比较容易掉毛这么一个缺点之外呢 清理这个相机镜头外部 其实还是问题不大的 在使用前呢 我推荐大家做这样一个动作 就是把这个棉签头啊 稍微的搓一下 让这个棉花呢紧一点 这样它就不太容易掉毛了 还有呢 就是让它这个头呢 稍微的尖一点 方便咱们深度的去清理缝隙 镜片和滤镜的清洁顺序呢 还是要先吹掉浮土 那光吹有的时候呢 是吹不掉的 还需要使用镜头笔的毛刷来进行扫灰 那目前呢 我手上一共有四个镜头笔 除了这个Night Core 它这个电吹风配套的毛刷 稍微有点不一样 是需要搭配它的吹气宝来一起使用的 并且呢 会有两种的硬度可以选择 软毛的呢 是这个白色的用来刷镜片 黑色的是硬毛 用来刷镜头和相机的外部 那剩下三支镜头笔的设计啊 都差不多 V高的这两款镜头笔呢 它的毛都很软 那Filter Clear这个毛刷呢 相对来讲就稍微的有点硬 最大的区别呢 就在于这款V高啊 它是有个盖子 这样呢 就可以很有效的防止毛刷 放在包里的时候呢 会别弄脏 另外那两款呢 都是直接暴露在外的 所以这款Night Core 吹气宝和V高 带盖子的镜头笔呢 我会比较推荐您购买 扫完灰之后呢 再吹一吹 基本上就可以清理的很干净了 像我这个镜头呢 平时常清理 所以简单处理一下呢 就比较的干净了 除此之外 比较常见的是顽固的污渍 比如说 吃饭的时候 溅上了油渍 或者是一不小心 按上了指纹 那这个时候啊 就用到了镜头笔的 另一侧 这个碳粉头了 那这个部分啊 肯定是得有盖子了 因为它呢 特别的怕被弄脏 使用的方法呢 是在镜片上 画圈 直到这个油渍 或者是指纹呢 被清理干净为止 那如果有多个镜头 需要清理 您每次使完这个碳粉头啊 把它这个盖子 盖上 然后转一下 盖子里边呢 有一个小海绵 就是用来清洁这个碳粉头了 这样呢 就可以再次的使用了 在所有的镜头笔当中呢 只有这款微高 它呢 是可以更换碳粉头的 那虽然之前啊 我完全没有考虑过这问题 不过如果用的次数很多的话 有很多镜头 经常使用 确实呢 还是需要更换的 通过这个碳粉头的清洁之后呢 您会看到 会有少量的碳粉啊 残留在镜片上 不用紧张 干处理 到此结束 接下来呢 咱们来进行湿处理 湿处理呢 主要是使用这种镜头清洗液 搭配镜头纸或者是镜头布 哎 千万不要用餐巾纸或者是手指来擦这个镜头镜片 会掉毛 并且呢 它会划伤镜头表面的镀膜 镜头纸呢 相对来说呀 价格比较便宜 一个镜头呢 一般使用一两张 一包一百张呢 可以用很久 镜头布呢 它是一块微纤维的布 基本上呢 都是一次性的封装在这样的小袋子里边 清理的方法呢 是把这个清洁液直接的喷在布或者是清洁纸上 然后呢 在镜片上画圈 在这里呢 我得检讨一下 我呢 在看到这个小瓶子上的说明之前呢 都是直接把这个镜头液就喷在镜头镜片上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发生过什么问题 但是这确实呢 让我反思了一下 如果是老镜头 或者是不防水 密封不好的镜头 那就非常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了 所以呀 从今天开始呢 我就要改变自己的习惯 大家呀 千万记住了 不要把这个镜头液 直接的喷在镜头的镜片上 菜丝的这瓶清洁液呢 我已经使用了有六七年了吧 上面呢也没写保质漆 我就这么一直用下来的 比较不满意的是 它呢味道特别大 可以非常明显的闻到刺鼻的味道 家里有老人 孩子 或者是小动物的话呢 可注意了 不管它对身体有没有害处 那这个味道啊 都太刺鼻了 不太推荐您购买这个产品 Nightcore的清洁液呢 是跟着电吹风机一起来的 30毫升一大瓶 菜丝的呢 这个是60毫升的 那估计这30毫升的 也够用好几年了 基本上呢 没有什么刺鼻的味道 仔细闻呢 可能是有一点淡淡的酒精味 可以说呀 几乎就算是没有味道了吧 清理的效果呢 也是很不错 推荐您购买这个 最小瓶的这个是 微高的镜头清洗液 很贴心的在这个瓶盖上 说明不要直接喷在镜头上 感谢提示 也是一种很淡的酒精味 使用起来呢 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呢 推荐您购买 上次旅行的时候啊 我还买了这样一盒湿纸巾 它呢就是把镜头水和镜头纸 给结合好了 封装在了这样的一个小包里边 开包呢就可以直接用了 非常的方便 特别是旅行的时候 带它呢 特别的好 毕竟这些清洁液呢 都是液体的 坐飞机很不方便带 我呢确实也很不喜欢放液体在摄影包里边 这个呢刚好解决了旅行的这个清洁问题 去海边水边呢还是非常容易留下水字在镜头上的 我呢发现这个湿巾它的挥发速度特别的快 不会在镜头上留下水字很快就干了 擦的呢也非常的干净 所以呢推荐您日常和旅行的时候来使用 使用完清洁液之后呢您就会发现之前残留在镜片上的那些碳粉呢就没有了 再扫一扫 吹一吹 这个镜头就清理完毕了 和镜头不一样 相机传感器呢其实不需要经常清洁 平时使用的时候呢 只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就可以有效的减少它变脏的几率了 第一不要在户外风大土大的环境当中 换镜头 那如果非换不可的话呀 可以背过事用身体挡住风 或者呢把相机藏在包里快速的更换 第二呢日常更换这个镜头的时候呢 最好不要把它放在三角架上 然后更换 特别是因为咱们现在啊用的都是这种无反相机 传感器呢是直接暴露在外的 所以非常容易吹进东西 第三呢更换镜头的时候啊 尽量快减少传感器暴露在外的时间 我呢会先把这个镜头的后盖和相机盖啊给拧松 但是呢先不要取下来 然后呢相机传感器朝下快速的取下镜头后盖和相机盖 上镜头 一切合成 尽管在很小心的使用下呢 传感器仍然会在长期使用之后啊出现污点 当您拍的照片当中出现好多小黑点的时候 那就需要进行清洁了 对着灯啊有时候都能够直接看到传感器上的这些污点 那或者呀使用这样一个小方法来测试一下 打开相机把这个光圈呢设置到F16 ISO调到200或者是100 找一块干净的白色的板子或者是纸都行 放在相机前呀按下快门 拍好之后呢看看这个照片上有多少小黑点 那如果只有这么零星的一两个呢也就算了 但要是特别多的话 那就建议您清理一下啊 这样呢也为后期照片的时候呢 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 毕竟一个一个的都要手动擦掉的话呢 还真挺累的 清理相机CMOS传感器的方法呢 其实比想象中要简单多了 最重要的就是选对工具 那只需要气吹和传感器的清洁液 以及清洁棒就可以完成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 这个清洁棒它是有尺寸区别的 需要根据您的传感器尺寸来购买 这个呢是APS-C画幅的 也就是舒适相机的 那这个呢是我之前佳能全画幅的尺寸 它的大小呢 应该刚好是传感器一边的宽度 一定不要买错了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啊 我发现这个微高的这款 APS-C画幅的清洁棒呢 要比富士的传感器窄了一些 并不能通过一个来活就清洁干净 所以呢很容易露下一边 但是这个全画幅的清洁棒呢 却刚好是传感器宽度的尺寸 所以如果您既有全画幅又有富士相机的话 只买这个全画幅的清洁棒就可以搞定了 先点两滴这个传感器的清洁液到清洁棒的这个前片的边缘 不需要挤的太多 只要这个前端呢接触到这个清洁液 它就会自动的吸上去 在清洁的时候啊 这个清洁棒呢要保持一点角度 在传感器上从一边擦到另外一边 千万不要太用力 然后呢翻过来用另外一面往回擦 这样呢就完成清洁了 如果没擦干净您可以再来一遍 但是不要反复多次擦拭 出来的效果呀不一定会更干净 清洁棒呢使用过一次之后啊 就不要再重复使用了 不仅达不到这个清洁的作用 上面残留的这些污渍呢 还有可能会损伤您的传感器 扔了呢我确实又觉得特别浪费 所以呢我每次使用之后啊 就把它给留下来 下次呢用它来清洁镜头的缝隙 代替那个棉棒 这可比棉棒啊好用多了 其实这个传感器呢 也是有这么一个清洁笔的 它呢也是碳粉头的 只不过它这个前端呢 可以改变角度 方便伸进传感器 进行清洁 不过呢我买了之后 可能就用过一次吧 比较大的灰尘 其实用气吹呢 就能够吹掉 传感器上出现油渍 或者是手印的几率呢 确实也非常的低 所以这个清洁笔呢 就不推荐大家购买了 以上呢就是相机和镜头的全面清洁指南了 如果是镜头内部的灰尘呀 咱就没办法了 如果拍出来照片没有影响 那就没问题 不需要去清理 这属于镜头密封的问题 用的久了呢 迟早会出现的 只是每次看见它呀 都会觉得心理上非常的不舒服罢了 那目前我所使用过的这些清洁用品的品牌呢 都非常值得推荐 购买的时候呢 咱们还是认准大品牌 多年专注在清洁用品上的研发呢 他们自然呢也就非常的专业了 这个NICRA相对来说呢 算是刚开始做清洁用品 目前这个电吹风机 以及它的配套产品 也都算是非常的完善 只是它的价格呢 会比较的贵一些 微高呢 算是比较老牌的厂商了 我记得刚做摄影的时候呢 就知道这个品牌了 产品呢 很全面 可以选择的套装呢 也很多样 非常值得信赖 那如果您是刚刚购买的相机呀 其实可以选择购买这种清洁的套装 那也许里面每一种产品的数量都不多 但是解决眼前的问题呢 还是很够用的 之后呢 再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清洁的频率呢 去单独购买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其实啊 除了摄影 我也是一名清洁收纳和省钱的小能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